在咱古鄉土地的天平 有很多水的火 我買用送可愛的火 用紅色的菜大 在咱古鄉土地的天平 我買給你作回來情 紅白粉一五菜的火 用咱的古鄉台灣 變成地球的火 在咱... 我們今天也很謝謝我們音樂家幫我們做了這麼一個開場 非常的溫暖 那阿伯其實我們都覺得他是一個微笑阿伯 那他這次出來其實就是有一個很大的想望 就是剛才明哲老師所講的 希望讓我們這個下一代 有一個比較溫暖喜樂的環境 那他昨天有一個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他面對這樣的事情的時候呢 他跟我們講一句話 他說 身為一個團隊的leader 他第一個手要考量的就是整個團隊的大家的安全 如果今天有一個強盜衝進來 那第一件事情一定是確保大家的安全 然後呢 再看看這個強北他的意圖是什麼 我們再跟他對話 這個就是哭音剛剛明哲老師所說的 長期台灣的選舉在族群的撕裂上面 已經造成了不可回復的傷害 那我們會非常需要有一個這樣的政治人物出現 他能夠改變這樣的文化 把台灣整體視為一個團隊 確保台灣的安全帶給下一代溫暖 然後讓我們的心可以再融合在一起 我想這是博士這次出來最主要的目的 那如果大家可以看得到博士的用心 我想每一個人都會覺得這一票投給博士會非常有價值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會啟動阿伯來開獎 阿伯都是微笑阿伯 對 他會在我們的這個前進心心靈雅古山岩城 進行總共七場的開獎 那這個開獎的內容呢 當然就包含剛剛他在影片裡面所呈現的 他對於年輕人實際上面能夠做什麼 他要提出具體的建議 因為博士在選單期間他有非常重要的一個 跟我們的指示跟交代 就是如果他希望這一場選舉不會輪為一個政治口水戰 不要有太多對於不相關言論的批評 他希望能夠提出更多具體正面的建議 反過來 當中市民想要的應該不是派系的利益 政黨的利益 我們想要的是人民的需求能夠被聽到 而且這樣的需求能夠被實踐 所以這七場廟口開獎呢 我們會非常具體的告訴大家 我們接下來希望能夠用我們這個團隊 用郭貝宏博士的力量 帶給剛剛市民什麼樣具體的改變 這個是我們希望傳達給大家的 博士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希望讓年輕人能夠有機會買得起自己的房子 當你有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店面的時候 你賺的錢才是屬於你的勞力應該所得的 而不是你的勞力所得 變成其他人的房租 那我們希望這樣的事情 一步一步能夠把它講好 該怎麼做 具體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我們接下來都會在這七場的阿伯來開獎裡面 一一來跟大家開箱 取代政治口水 我們希望用一個喜樂溫暖的心態 來解決我們族群撕裂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這阿伯來開獎七場最主要希望達成的目的 那也歡迎大家如果希望高雄可以變得更好 希望高雄有具體做事的人出來幫大家解決問題 能夠理解大家生活上的需要 並且能夠回饋給大家 實際上面他人生歷練 所能夠帶來高雄的改變 我們也在這七場裡面 會聽到我們高雄情緒的心聲 讓微笑阿伯走到你的面前 你會被他的溫度感染 而受到喜樂的生命體驗 謝謝大家 其實會有兼顧到這個各個世代的體驗 就是我們會有一些年輕的團的表演 有什麼團我們現在先 但是保證讓大家會覺得耳目一新 就是年輕人覺得政治很無趣 沒有關係 你來聽一下我們這個開場表演 然後順便聽一下我們微笑阿伯 要跟大家講的事情 大家王秉智老師是每一場的主Key 王秉智老師每一場都會帶來一首的歌曲表演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輕鬆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一起來參與 剛剛那個主軸用音樂來包容大家 用微笑阿伯的演說給大家帶來溫暖跟祈樂 王秉智老師成為這七場重要 微笑阿伯來開場的主Key 是因為我們很榮幸得到了王秉智老師的授權 他的海洋的國家 所有台灣人一定要聽他的國語 這就是海洋的國家 還有這個台灣 福爾摩扎這些歌 他都習慣給我們做我們的 金鑽的歌曲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這是代表台灣人的歌曲 所以特別搖聲音 對政府的地方不一樣 總共參加這件事情 跟大家去報告一下 我們兩句話跟大家疏忽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容易 所以身為台灣這個土地人 這個事情 大家要共同的疏忽 怎麼去解決 其實台灣真正的問題 不是藍綠統獨 台灣真正的問題是 政府不勤勉 不乾淨 很會殺謊欺騙人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點 但是每一次選舉的時候 就被挑動 統獨對立 族群 動言 都有這些問題 這個都是在勢力台灣 所以有當時有的朋友都說 國民黨要先撐不掉 大家要團結 我另外一個思考 我老婆 一個是國民黨的一個是民進黨的 聽起來也有國民黨的 我的同學 老師 同事 每一個地方都有國民黨的黨員 有時候有好的朋友 很知青的朋友 立場也不一樣 夫妻之間也有不一樣 如果要消滅的話 有個老婆婆在哪裡 這個不可能的事情 都是被政治給炒作出來 所以每一個人的心理都受傷 這個社會是有病的 都是政治造成的 其實當年的問題 我剛才說過 不是人立同兵 跟我們有這個問題 根本就沒有 通分啊 同學 大家都個個作為啊 民進黨也沒辦法消滅國民黨 國民黨也沒辦法消滅民進黨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每一次選舉 就被炒作出來 其實這個都是一種政治炒作 轉移焦點 我從事政治已經將近40年 看了太多了 本來我對政治非常失望 專心要做音樂做文化就好了 因為看到這次郭比翁他又出來了 我看到一點曙光了 因為他的例子 很多是值得當作教材 他人生的波動太精彩了 他有他的黑暗形 但是他整個又站起來 他所表現的 就是台灣現在所需要看到的 音樂就是一種愛 愛的力量 希望透過愛來散播 愛的種子在每一個人的心田裡面 所以說我從事工作文化 也是這樣 從我早期寫的歌曲 都很對抗性有革命色彩 到我人生整個的轉化 漸漸對政治的了解 然後看到現在的台灣 其實這次的選舉非常不公平 過去我們罵國民黨選舉不公平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本土的政黨 一樣啊 根本就是一樣嘛 完全是不公平的一個選舉 電視媒體完全被掌控 各收各話這兩個黨 其他好像沒有失去的空間 都不到 這個問題如果沒有處理的話 台灣沒可能受苦 台灣可能有很光明的路要走 會走到黑暗 我們不用看到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我今天 我將近四十年的一個 我一無所求 我愛的是希望這個土地能夠更好 所以講出我多年來 隱藏在內心深處的花雨 雖然有些朋友過去都很好 雖然聽到我這樣批判 有些事沒辦法接受 選舉行業很敏感 你不要再說選舉 你做音樂就好了 我聽你去講 我真的動不動 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照理講 民主社會選舉是高高興 很正面眼陽光 很快樂 不好的就淘汰 好就再讓它上去 但是台灣的選舉 也算不是這麼回事 台灣的選舉 其實是鬥爭 不是選選贏 我們看到的是這樣 那一流的人才呢 他不會成群結黨 看到這種政黨 看到這種條件 他不可能參加 所以一流的人才 他不可以涉獵到政治 現在搞政治都是二流三流的人在搞 都成群結黨 這樣 這個我們不必看到 未來台灣 這天糟糕啊 民主的獨裁的 現在台灣我已經看到人那個危機了 所以我是富裕 因為我不是要選舉的人 我一無所求 我很感謝台灣給我那麼多的故事素材 當作我營業的養分 我真的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 今天主題是在雙部公 這個未來這個那個 差不多三禮拜的時間 我們要在雙部的每一區 要開港 國產區我們百兩條 平安區百兩條 其他一區都有一百一條 就用這個 小型的 尾宿廟口開獎 這種的公式 我們會帶 不一樣的 年輕的 這個 這個 國團 他每個氣氛 炒好 那小的 也讓我們 這個 一般市民家說 哇 原來我們現在 台灣小的 這麼多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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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們也用這個機會 由我扛 我們團隊的 瓜 特別 總算這台 這個朋友 台灣的力量 說給我們每個 我們這台民族就知道 我也願望 用這樣的機會 就因為 我們民族 你知道 我們民族 這個全國性的 英國家 在北京 我們在 北京台灣民主文堂的時候 他能夠 他靠他個人 把我們出動的 這個角色 我們可以 很勤勁 那個 禁止於 跟民眾接觸 民眾 三種問題 可以讓我 提問 可以 了解 我這邊的工法 所以 我就是要 利用這些 阿伯來開工 很勤勁 這種方式 所以大家 三種問題 可以直接問 也直接聽 我也回答 那 我也想說 透過這樣的 這個活動 讓我們 這個區域民眾 可以 對我 那麼熟悉 也 因為 對我 有幸福 他了解說 我還要做什麼 事情 我想要做的事情 會是 怎麼看 這個 發揮 好 我想要做 這一個活動 感謝 黃銘子 這幾個月 他的 演唱會 都聽起來 來 他 來看 走 三過路 他就是 他 我們 這個 教育 家福 警察 有一個 所以 他對 這個 這個 看法 他聽起來 他說 他就跟他說 這個 我們真的 有需要 在這裡 打招 我們的小輝 待會兒 就好 來 郭北宏 加油 回家阿伯 加油 播手阿伯 加油 北宏 北宏 動善 動善